南加州執法人員逮捕了一名囚犯 該囚犯於星期一從洛杉磯一座監獄越獄 該囚犯名為Raphael Rodriguez 26歲 他因綁架造成他人嚴重身體傷害 以及使用槍械進行攻擊而被判處12年監禁 至今年1月以來 他一直在洛杉磯的一個特殊懲教監獄中服刑 在該監獄 囚犯享有更多的自由度和更少的安全限制 而幫助囚犯更好地準備重新融入社會 星期一上午8時左右 東局收到了一個腳碗監控器被移除的警報 報告Rodriguez失蹤 不過很快Rodriguez在洛杉磯被捕 並被帶到了加州男子監獄 目前Rodriguez的越獄案件 將被提交至洛杉磯原地檢官辦公室 Rodriguez 可能會面臨越獄指控 天下博士記者編輯報導